大大的站来一二三 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自己的地盘 新北藏不住灿烂笑容 连两天合体要选市长的林佳龙 这也是两人第四度同台 绿营天王助攻一波接一波 党主席蔡英文也以七度站台林佳龙 还有五十几天 相信他会更努力冲刺 新北市民都会看到他 哎呦一个不小心新北口误成台北 但不损天王浮选氛围 因为前一天林佳龙更悍诚实中 肩并肩打双北团体战 绿营积极动作拼炒热选情 因为在新北过去投票率不高 2014年61% 2018年64% 如今蓝营基层选民恐怕 因为选情稳定导致投票意愿低 所以只要民进党能带动气势 让绿营的支持者出门投票 就有翻转机会 新北市是台湾第一大城市 四百万人 所以苏院长非常的重视 尤其他是老县长 所以我会全力以赴 再打出老招牌 林佳龙攻势不断 似乎也让侯友怡开始紧张了 原定10月下旬才会投入选举 已经提前开跑造势场 甚至遭控刁难对手 恳求侯市长能够帮忙 有一些场地在很早就被人家遇见 请他很多假日的活动 室内的体育馆 有些并没有再办大型活动 希望各地方政府都能一本公正程序办理 不要因为所长自己在选举就有偏颇不公 法理员任何单位都可以来申请 按照我们申请的办法来申请 标准侯市回答 年底选票真的激烈 场地也得先抢先赢 进行为李廷笑语志采访报道